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哥小心翼翼地告诉他 有是有 但是需要花大价钱来购买 囊中羞涩的小泽老师自然没有存款 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 一个长得像永哥的男人找到了他 问他想不想卖掉自己的记忆 他可以花大价钱来购买 小泽老师虽然满脸疑惑 可还是跟永哥来到了地下室 真的佩服小泽老师的勇气 他难道不怕对方是个色狼吗 回归正题 我们故事继续 永哥向小泽老师介绍说 卖掉的记忆会在你脑子里删除 小泽老师一听 当即决定把自己一天的记忆卖给永哥 对于小泽老师来说 每天折磨他的就是公司所谓的冷嘲热讽 这段记忆能删除 还能赚到高额的报酬 何乐而不为呢 永哥一番操作 小泽老师的记忆成功删除 也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他将自己卖掉的记忆换取佣金 用来购买珍藏版的记忆 果然 这次的记忆非常重口 从此小泽老师深陷其中 不断地卖掉自己的记忆换取别人珍藏版的记忆 这天小泽老师上班 因为自己的记忆被删除 完全忘记了经理交代的工作内容 心里一怒之下 将小泽老师解雇了 没了工作的小泽老师 拖着疲惫的身体找到了永哥 继续出售自己的记忆 这时 记忆店铺的店员小哥 告诉小泽老师有一款限量版的记忆 四级指数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可是价格也相应贵了好多 要价200万人员 小泽老师经过一番犹豫 还是将从永哥那里赚到的钱都给了店员 将限量版的记忆带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 小泽老师就迫不及待 打开了设备 观看起来 这次的记忆是一个杀人犯的记忆 在一个空旷的地下通道里 一个中年男人被人用剪刀杀死 小泽老师越看越心惊 感觉自己仿佛亲身经历一般 吓得他赶忙来到卫生间 洗把脸清醒一下 这时小泽老师发现自己家的天花板上掉下了一把带血的剪刀 收音机里也放着公司经理遇害的消息 小泽老师终于明白经理是被自己杀死 至此 整部影片完结 这部影片的教育意义很深刻 告诉人们千万不要逆来顺受 一个人压抑太久就会产生极端的想法 好了 今天的大雄观影就到这里 每天一部好电影 吩咐你的业余生活 我们明天再见